各种富豪榜的我们见多了 而今天各大网站呢 纷纷评选出了一个新的首富 他竟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来看今日面孔 1月10日 袁隆平领衔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这是杂交水稻研究第二次获得该奖 有媒体称 至少在理论上 袁隆平已是中国名义首富 早在1999年 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 就已经是108.9亿元